上天會給我們親口旗跟一個白色蓮花過來胸口 所以在當下 上天就降下來給我們了 那我們親了口之後 像老母發願親口之後 我們假如名字上是肉 我們又去吃的話 這個親口旗就會被上天收走 那白色蓮花就會眾生污染 凋謝 那以後回去就會很麻煩 因為假如要講事實的話是 因為老師有慈悲說 我們假如親了口要破戒的話 以後你的弓先放著 以後往生歸空之後回到裡天去 你的弓先放到旁邊 先把你打到地府去 去打 你吃什麼動物 你就打那個動物當那個動物 因為你把它吃了 那個動物苦 你要去送那個苦 以後你送完之後 再把你帶回裡天去 讓你去享受你的那個弓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立親口 一定要很認全說 我們這一輩子都一定要吃素 絕對不要再吃肉 那我們假如不小心吃到的話 我們回來佛堂懺悔 像老母先佛祠被懺悔 然後請共察下來 然後服用 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吃東西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親了口的這些 所有的前嫻們 就是要特別注意親口要吃東西要特別小心 那我們假如立了蔣詩願之後 我們頭上就會有個蔣詩旗 所以我們立了什麼願 我們去了那個願 我們旗印就會越來越大 那你不去了這個願 它旗印就會越來越小 就像我們求道旗 我們常常成全人 常常會在佛堂幫忙 我們求道旗就會越來越大 那你沒有做這些了願的工作 它的求道旗就會小小的 會越來越小 它不會不見 可是會越來越小 那親口 我們親口旗常常去成全人家吃素的 那親口旗就會越來越大嘛 那蔣詩我們立了蔣詩願的 我們常常護士班啊 然後常常來學習講課啊 這些我們求道 我們的蔣詩旗就會越來越大隻啊 那還有一些就是開荒旗啊 我們跟著點完師慈悲出去 一樣給我們開荒旗 所以我們這些旗印就是 要保護我們這些修道的人好好修 那栽起來的時候會幫我們撥轉 不要讓我們出事情 那點完師就會四字道五字 看點完師為眾生服務了多少 因為第五字是上天肯定點完師 給點完師的一個旗印 那這個什麼這個旗印 後學就不說是什麼旗印了 就是上天肯定點完師 給點完師一個肯定的一個旗印 那另外四種顏色的旗印就是 我們說後學剛才講的五種旗印 就黃旗嘛 那現在還有白旗 黑旗 紅旗 跟綠旗 這四種顏色的旗印就是要被受栽結的 因為我們累次修來了善或惡 那善的話我們這一次我們就去享受這個福寶嘛 那惡的話我們宿命免得不好 時間一到上天就會降這個旗印在我們身上 就要去受那個苦 那我們的黃旗就是要保護我們這些修道人啊 那白旗呢就是一些金錢流失 還有泛小人就會插白旗啊 擦綠旗的啊就是被 有些到山上就是樹倒下來被壓死的啊 這些還被活埋的這些就會擦綠旗 所以我們這些旗印 我們假如宿命一到 我們宿命假如我們不休不辦的話 我們就跟著宿命走嘛 可是我們宿命一到 我們的旗印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要受這個苦 所以後學有時到一些醫院裡面那些 就是癌症病患的住的那一層 後學看到癌症病患全部都擦黑眼旗 因為他的原因在人找上他了 而且他的宿命也大了 所以都會擦黑眼旗在身上 那我們可以改變命運 我們修道我們行功了願 我們就可以改變命運 命運是死的 可是我們去修去辦 然後改變我們的脾氣毛病 我們的宿命 脾氣自然會不會降到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把不好的改變成好的 所以我們的球 我們的另外四種顏色 就不會降到我們身上 我們就不會受那個栽結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好好修 我們就好好的辦的原因在這 所以就是希望各位前前就是 我們好不容易得得到 我們好好修 我們改變命運 讓我們祖先人沾光 然後好好的跟著老師回天 那我們求完道之後 我們開始有交通工具 我們可以載稻青 可能今天成全人把稻青 載來佛堂 或者開法會 或者研究班 我們載一個人的當下 我們的交通工具上面就會 上天就會給我們的一個 把一個蓮花放在我們的車上 或我們的摩托車上 為什麼會放在 會放在車上 原因是要保護 我們駕駛跟乘客 那我們載了 我們無所求的去載稻青的話 我們的車子就會越來越大 那個蓮花 所以有時開法會的時候 很多稻青開來的休旅車 哇 每一朵都很大朵 因為有些國外的稻青 像後學蒙德那邊 就渡一些越南跟泰國 他們都沒辦法來佛堂 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坐車 我們都會派車去載 然後我們載久 我們都等了 一小時 兩小時 我們都等他上車 我們載他來佛堂 所以很多稻青都是 不怕 我們都去載 載他來佛堂聽道理 然後他免禮之後 他就會回到他的國家去 然後設家庭佛堂 然後去成全所有的一些鄰居 所以你看這些 就是我們有能力 我們就盡量載到清 因為有些前賢 可能他沒有加上工具 他就不想來佛堂 可以繞過去載他 這些我們都可以算財師 就像我們今天來佛堂一樣 我們開車過來 我們這條路是 那個油錢 我們花了可能花了50塊的油錢 那是不是我們財師就50塊了 所以這是很好賺 那無謂師我們來佛堂 因為沒有各位前賢 來護持這個佛堂 我們是沒辦法開這個法會的 所以就是無謂師 所以我們來佛堂 聽到的就是財師跟無謂師 就賺了兩師了 所以上天讓我們三師很好賺 只是讓我們要不要去賺這個三師而已 那鼎蘭師 因為鼎蘭師的交通車的話 因為鼎蘭師的靈友 然後我們的天命 所以鼎蘭師的自用車是聯台 跟我們一般道清聯話的不同 因為是天命的殊勝的原因 那在97年的7月2號 我們師尊天然古佛帶後學去遊帝府 那後學跟了師尊到帝府之後 先到天津所 我們祖先沾光的地方 到了天津所的時候 後學看到老師 在幫我們九零基礎上課 那跟老師參完架之後 老師就慈悲說 祖先怎麼沾光呢 我們求願道 祖先分為三等亡靈 我們明師一直下去的時候 天盤掛到地府所謂之後 我們的祖先就會到地府的 我們的地藥古佛那裡 領取一個白色蓮花掛在胸口 含包的 然後會在地藥古佛的 聽聽所的外圍的聽聽說法 貴的聽聽說法 那假如他還有在受苦受刑的話 就會停止受苦受刑 所以為什麼馬上就可以沾光的原因在這 所以一直得到 一直得到可以馬上沾光的原因在這 那還有我們假如邱彎道 祖先就分為第三等亡靈 那我們回來佛堂 祖先上 的佛堂的外面 百里內聽聽說法 所以後學看到很多 有些心道心的祖先 他離佛堂在百里以內 小小的 後學看到的祖先好小 那有的比較近的 就是一些壇主講師的 那開始學習道理 兩年三年開始學習 學習吃素的 那就分為二等亡靈的祖先 就會在聽聽所的窗戶外面 聽聽說法 一樣跪著 然後我們回來佛堂 就會在佛堂的 離佛堂會比較近 那我們開始學習吃素了 立了清口 當了壇主的 就會分為一等亡靈 那這個就會在聽聽所裡面 有先以可以做的聽聽說法 那我們回來佛堂 就會在窗戶的後面了 就會離了佛堂更近了 就像我們的陽台那個地方 然後在那邊聽聽說法 先好菩薩會幫他家臨給他們 希望他們一些執著和放下 因為往生者以後 他們很多事情都很執著 那也要懺悔 所以他講經給他們聽 然後要把以前做的事情要 做錯的事情要去懺悔 因為有的還是明知道自己錯 可是都不認錯 這些就是我們祖先會去懺悔 把他會發那個菩提心會起來 這個就可以比較容易會轉散到 那在聽聽所 他是先無菩薩是沒有時間的 他是先無菩薩會派 老母會派先無菩薩去幫我們求援基督上課 所以為什麼我們求援道 祖先都是在永遠都在聽聽所上課 那有些祖先 我們一些比較資深的一些前賢們 我們祖先一樣有辦事人員在聽聽所裡面 祖先都一樣可以去賺功德 因為聽聽所就等於我們現在的佛堂一樣 那一些新道卿就是他的祖先是新的 聽聽所裡面的聽 就是一些聽經的那些剛進來的 那比較資深的一些前賢的祖先們 他就是裡面當辦事人員 服務這些新道卿的祖先們 所以我們因為求援道之後 假如我們今天可能佛堂拍一堂課 每個禮拜假如有聽 人員請問他們 既然是新的不可用 他們可以跟著他們